我的丈夫高明出了车祸 重伤冰死 医生说抢救了意义也不大 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我准备的可好了 大手一挥 不给医院添麻烦 放弃治疗 开死亡证明 注销户口 拉去火葬场 六个小时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堆灰 我拍着骨灰盒 高明啊高明 你可真是个好人 家财万贯 英年早逝 没利益主 所有遗产 我占三分之二 还有比高明更体贴的人吗 证文开始了 喵喵 每人分享好看的小说 关注喵喵不迷路 我的丈夫高明出车祸死了 给我留下一大笔遗产 还有比高明更体贴的人吗 想着他这么体贴 我自然也得体贴一点 于是我打电话 给高明父母度假的疗养院 让主诊医生 把所有最贵的检查 和营养剂 都给他们用一遍 儿子死了可是大事 万一两位老人受不住怎么办 我得提早帮他们 把身体调理好 还有他的小情儿 从前高明在 我睁之眼闭之眼 如今高明都死了 那我还不得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带着搬家公司到小情儿家里 大手一挥 搬 小情儿没在家 正好方便了我 所有东西贴上封条 胡伦打包带走 撤退的时候 房间里除了个人生活物品 只剩一张床 那东西我可不要 嫌脏 搬回来的东西 当真不老少 我足足整理了一页 才把药的调出来 不要的卖废品 废品站的老头 刚把东西拉走 警察就上了门 林青是不是 有人举报你入室盗窃 同志 我冤枉啊 我可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是不是的 先跟我们过去了解一下情况 我当然去了 反正我又没偷东西 了解一下怕什么 到了地方 一眼看到许朵 他见到我就跳起来 唾口大骂 林青你这个小偷 竟敢偷我家的东西 我看他挺了七个月的肚子 还跳得这么厉害 没头直皱 好心提醒他 你动作小点 万一孩子跳没了 你可别赖我头上 你敢皱我的宝宝 许朵真是完全不听人劝 我让他动作小点 他居然更激烈了 还想来打我 我能怎么办 当然是寻求警察帮助啊 我连忙往警察身后躲 警察叔叔 他想用孩子嫁祸我 你们要给我作证 快保护我呀 值班人员想办法把许朵拉开 看我的眼神一言难尽极了 我问道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法律意识特别高 没被陷害到 想表扬我 不用客气 学习法律知识 是每个公民应该做的 他们的眼神更加复杂了 说道 都做好 先把盗窃的事情说明白了 我被带进小房间 审问人员神色不善 昨天晚上八点 你在华提亚院干什么了 搬家 搬家 是你的妈你就搬 他一拍桌子 甩出来一大堆照片 业主已经把你告了 你好大的胆子 带着搬家公司去 你以为你在拍电影啊 估计他们没见过我这么嚣张的 都快气笑了 可是 房子就是我的呀 我从包里开始掏东西 房产证 土地使用证 银行付款水单 身份证 你们看看 还缺啥 这下轮到审问的人猛圈了 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对证件 最后终于确定 我真的是业主 他们把徐朵叫进来 又把物业经理也找来问 到底怎么回事 物业经理说 徐小姐是住在那里的业主 我肯定 我经常见到他 徐朵说 就是林青去我家偷东西 我撇着嘴角 冷笑了 徐朵 你可以呀 你无家可归 我和高明 看你可怜 借你房子住 怎么 借你就成你的了 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 你住了好几年 付过一分钱的房租吗 徐朵脸色一白 连忙说道 房子不是我的 可是里面的东西是我的 同志 林青他偷我的东西 这话你也好意思说 我啪一把 又掏出一大票据 同志 这是装修清单和发票 这是家具购买 订单截图和付款记录 您可以对照着东西查 跟办案人员好生好气的说完 我又看向徐朵 你的那些脏衣服 臭袜子 我搬家之前 可都已经给你扔出来了 我搬走的那些东西 家具 家电柜子 哪样能爱上你的信 办案人员冷着脸对徐左说 你说他偷了你的东西 你丢了什么 列个清单出来 徐朵拿着笔咬牙叫血 我在旁边冷笑 徐朵 你可都四五年没工作了 我也挺好奇 你这一穷二白的 能丢什么贵重东西 徐朵脸色瞬间煞白 笔下愣是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我老神在在 我当然知道房间里有什么 高明半年之前 就准备和我离婚 老鼠搬家一样的转移资产 不少现金 赚了好几道弯 全都换成了金条 就放在那个房子的保险箱里 这个保险箱嵌入室 隐藏在一个储物柜里 我昨天晚上已经找到了 而且藏在了很安全的地方 我倒是不怕徐朵血 但徐朵血了 别人也得相信啊 一个连房子都要蹭住的人 会有这么多金条 这不是拿人当傻子耍吗 最后 徐朵会悠悠地说 看到房间乱成那样心太慌 没用意他自己的东西 已经被我拿出来了 警察逮着徐朵好一通教训 徐朵咬紧了牙 憋了一肚子气 一个字也不能说 我也被炫了一顿 说我搬家之前 也不和住户打个招呼 闹出乌龙 浪费警力 我立刻连声认错 保证绝不再犯 我和徐朵一起走出警局 正式向他通知 那房子我要卖了 给你三天 赶紧搬走 否则就付房租 一个月三万 你抢钱啊 徐朵大怒 我斜着眼看他 华庭雅院 黄金地段超大平层 那地方月租不要三万 你要不上网查查 徐朵当然知道 我说的是真的 他咬牙说道 林青 你别得意 我会把你做的事情 告诉高明 你等着高明找你算账 哦 是吗 我笑了笑 你肯定已经给他 打过电话了吧 他接了吗 徐朵脸色一变 握紧了手机 我笑得更开心 好心告诉他 不用打了 他接不到的 他现在已经成一堆骨灰了 徐朵尖力大叫起来 林青 你怎么这么恶毒 你竟然咒他死 你们好歹 也相爱了那么多年 他是你丈夫 我捂着耳朵直咒眉 等他吼完了才说 你还知道 他是我丈夫啊 那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你是不是不信 那你可以去查 昨天上午十点出的车祸 新闻上应该有报道 还有 这是他的火化凭证复印件 你也可以去火葬场问问 我把纸塞在许朵手里 果断上车离开 身后传来许朵尖锐的叫声 后视镜里看到他捂着肚子倒了下去 我拿出手机 打算拨个120 想想算了 警察局门口 会有人帮他叫的 说不定公车直接送达 还省烫120的费用呢 我觉得自己可真善良 节约了一趟医疗资源 回到家里 我关掉手机 洗了个澡 美美的吃了一顿 又睡了个觉 被小区警卫室的电话吵醒 林林氏 门外有对夫妇 说是你的公公婆婆 要见你 通话器那头 传来高明他妈愤怒的骂声 明清 你个散良心的 高明才死多久 你就把人给火化了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见他一面 你个毒妇 你出来 我掏了掏耳朵 说道不见 我这房子 可不是和高明住的那一栋 是我自己买的 保安才不认识什么 高明他爸妈 关了通话器 我打开手机 果然电话短信几百个 我一键删除 继续关机 第二天早上 我又被警察同志找上门了 有人控告你谋杀 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冤枉啊 我可是守法奉公的好公民 我连忙又叫冤 警察眼角抽了抽 先过去了解一下情况 我乖乖的跟着去了 我又没谋杀 了解一下情况有什么好怕的 到了地方 一眼又见到许朵 坐在一起的 还有我公公婆婆 高明他爸妈 他妈一见到我就扑上来 林青你这个毒妇 你连我儿子最后一面都不让我见 你不得好死 我看他跳得那么欢时 甚感欣慰 疗养院那一大堆营养剂 果然没白打 我好心关心他 妈你跳轻点 一把骨头跳散架了 可别怪我头上 你害死了我儿子 还敢咒我 高明他妈和许朵 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一点也不听人权 鬼哭狼嚎的往我身上扑 我能怎么办 当然是寻求警察帮助啊 警察同志救命啊 我连忙往警察身后躲 他仗着说我婆婆就要打我 这是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也是犯法 你们快点保护我 指班人员想办法把高明他妈拉开 看我的眼神再次言难尽极了 我问道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法律知识特别广 连家庭暴力都知道 不用客气 普及法律知识 是我阴近的义务 他们的眼神更加复杂了 说道都做好 他们举报你有谋杀嫌疑 先把谋杀的事情说明白了 我被带进小房间 审问人员神色不善 扔出一张纸 你公公婆婆提供了你丈夫 高明车祸的事故鉴定报告 上面说他之所以会出车祸 是刹车失灵 他们指控是你动了手脚 这个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有 他们瞎说 我立刻为自己变白 同时特别心疼办案人员 警察同志 我公公婆婆这么大年纪 不懂法 是不是什么证据都没有 就来闹来了 还非得让你们把我抓起来 办案人员的表情一下僵住 我顿时深感同情 他们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接着问 你婆婆说 高明的车都是你负责保养的 每个月都会保养一次 上一次保养的日期 就是高明出车祸前三天 难道你就没有发现 刹车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诚恳地看着他 我这个月没去保养 我有事耽搁了 办案人员继续问 什么事情耽搁的 你考虑清楚再回答 如果你没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快就把高明火化了 据我们了解 从死亡到火化 中间还不到六个小时 他目光锐利地盯着我 不得不说 这的确是个最大的一点 要是没有问题 我这么快把高明搞成一堆灰干什么 我也诚恳地看着他 问道 同志 火化还要挑日子吗 空气中飘满着安静的气息 只有我一脸真诚 回答问题 一个办案人员唱红脸 问你什么就说 不准用问题回答问题 另一个办案人员唱白脸 这个问题要是说不清楚 对你的影响很不好 还是配合我们把事情弄弄明白 你也说你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不是 别的话我都能不接 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我能不接吗 只能实话实说了 因为我烦他 我陪着他白手起家 现在发达这狗东西 竟然要跟我离婚 三年前我本来要开车去保养 就是这个狗东西 回来给我吵了一架 我才没去 现在他死了 我还留着他的尸体过年吗 要不是法律不允许 我还要拿他的灰当肥料 种狗尿台 办案人员仔仔细细看着我的脸 终于确定我没说谎 他们都等着我狡辩 没想到我这么常亮 我还努力自证 同志你们要是不信 去问我们物业 我们小区有监控 我还把高明给打出去了 他们都知道 他们把我公婆和徐朵叫过来 徐朵进来就问 警察同志 查清楚了吧 高明就是林青谋杀的 警察一瞪他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高明什么人 徐朵噎了个大红脸 委屈的看向高明妈 阿姨 这 这我干女儿 高明的干妹妹 高明妈耿着脖子说 甘心法律不承认 高明和你没关系 别什么事情都上赶着网上凑 徐朵铁亲着脸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警察打电话 和小区物业确认过了 也调了监控录像 车子该保养那天 高明确实毁了价 还和我吵了价 一堆人看着我用东西 把高明砸出门 车子没保养 是你儿子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火化虽然快了点 但手续都合规合法 有事情报警是你的权利 但什么证据都没有 总诬告 法律也会追究您的责任 明白吗 高明妈才不管警察说什么 听到不是我的责任 就又想往我身上扑 林青 你个杀千刀的 你连我儿子最后一面 都不让我见啊 我熟能生巧 麻溜的躲到警察后面 妈 咱话可得说清楚 不是我不让你见 高明从几十米高的山崖上摔下去 摔得血糊垃圾的 我看了都差点受不住 能让你看吗 万一你看了也下局过去 那咱家不是要办两场丧事了吗 我可都是为你好 你敢咒我死 高明妈和许多真是亲母女吧 说话都一模一样 值班人员一边拦高明妈 一边瞪我 你能不说话不 必须能 我明紧嘴巴 表示坚决配合警方工作 高明妈胡讲蛮缠的 最后还是警察说 如果再闹 要按寻衅姿势抓起来 她才终于消停 我们出了警局 高明妈还死死瞪着我 我也不理她 问许多 你搬出去了没 房子我可要卖了 林青 你太狠了 许多转头 就找高明妈哭 高明妈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听许多哭哭啼啼说完了 才插着脸冲我吼 你凭什么让许多搬出去 那是我儿子的房子 我就要让他住 那是你儿子和我的房子 现在你儿子死了 这算遗产 我占三分之二 你和爸加起来 才占三分之一 要不我把厕所和阳台 画出来给他住 我热心的解释 许多 那房子你知道 阳台是270度三面 环绕景观式的 面积绝对够三分之一 厕所算我免费赠送 高明妈都快弃绝过去了 一根鸡爪子手 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 我才懒得和这个老太婆客气 直接越过 她给许多下最后通牒 明天最后一天 再不搬出去 我就直接换门了 到时候东西带不走 你自己看着办 阿姨 我怎么办啊 我还这么大的肚子 许多哭得真可怜呀 高明妈气的脸发青 拉着她的手安慰 不怕 你这身子住别的地方也不合适 跟我住疗养院去 还有人照顾 她示威一样 拉着许多的手 直高气扬的从我面前走了 许多还回头 给我抛了得意的眼神 我跳上车 笑得咧开了嘴 好啊 尿啊 那疗养院可不便宜 我祝愿他们在里面 老婆又带了个人去 是个孕妇 金贵着呢 你可得照顾好 想做啥检查都给她做 吃的用的都用最好的 回到家 我叫个上门美容 给自己美美的保养一番 喝点红酒 吃点牛排 再睡个美容觉 顺道把法定财产分割清单 给他们寄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被律师喊给吵醒了 林青女士 关于高明先生的遗产的法定分割 许多女士主张 她肚子里的孩子也有一份 许多女士 你向法院起诉 请您准时出庭 许多挺着肚子 我肚子里是高明那种 遗产他也应该有一份 我 真的吗 我不信 你凭什么不信 我肚子里就是高明的孩子 拿证据出来呀 我笑眯眯的 亲子报告了解一下 你拿出来 我保证一分钱也不少你 许多脸一下铁青 声音都变掉了 你还敢说 高明都被你烧成灰了 我到哪儿做亲子报告去 我拉长了声调 哦 原来你没有 我转向法官 一脸诚恳 法官同志 他没有亲子报告 起得哪门字诉 法官直皱眉 你这不是胡闹吗 许多连忙说 我有其他的证据 叔叔阿姨可以证明 高明妈立刻叫起来 我儿子高明和朵朵在一起过 我知道这个孩子 就是我大孙子 我无奈 妈 法律常识了解一下 除了亲子报告 谁也不能证明 儿子是不是他老子的儿子 高明妈被我老子儿子 绕得云山雾罩 一时反应不过来 这时高明爸开口了 不就是亲子报告吗 我没有 一边说 一边交了一份上去 法官拿着报告看 高明爸骄傲的陈词 这是我和朵朵肚子里 孩子之间的血缘检测 证明我们有亲缘关系 我就高明一个儿子 朵朵肚子里 肯定是我儿子的种 法官本来正在看 一听这话 就把报告放下了 证据无效 高明爸一听 就火气就上来了 大喊大叫 凭什么不认 亲子报告也做了 上面明明写着 孩子和我有血缘关系 爸 您冷静点 我替法官维护了一下秩序 刚不是说了吗 亲子报告 知道啥叫亲子不 就是老子和儿子 除了高明自己 谁的报告也没用 另外 我笑了笑 您确定 您真的只有高明一个儿子 高明爸被我问愣了 我直接甩出一大堆材料给法官 策略法官看资料 我愁眉苦脸的给他解释 家丑不可外扬 本来我也不想说的 可谁让我公公非得逼我呢 我公公婆婆 本来感情确实不错 可嫁不住儿子有钱了呀 我公公从高明那儿拿到钱 可是闹了不少花边新闻 和广场舞的大妈传过绯闻 被我们全家堵房子里抓过肩 我还到派出所保释过他一次 罪名是嫖奶傻 您懂的 您仔细看 理人的回职 我也放在里面呢 高明爸一张脸 早就子了 都仗成猪肝了 我十分诚挚地问他 爸 您确定您真没给高明留下的哥哥弟弟啥的 你胡说八道 我每次都很小心 哦 我了然地点头 十分淡定 可是我婆婆疯了 你这个老不休 她冲上去打我公公 你什么时候被抓的 我居然都不知道 你竟然做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才把场面控制下来 高明爸恼羞成怒 却还给压着怒气 跟高明妈打商量 咱俩这点时回去再说 现在不是给孙子征财产的吗 高明妈反应过来 也发现自己差点坏了事 法官板着脸 给他们好好教育了一番 什么谁主张谁举证 什么证据的证明效力等等等等 归根结底一句话 没有高明的亲子报告 说过大天去 也证明不了 许朵肚子里的孩子是高明的肿 高明妈脸色青成一片 这时候 许朵忽然跑过来 肯揉了一把眼睛 就冲我哭上了 林青姐 我知道我和高明哥对不起你 可是他已经去世了 我肚子里是他最后的骨血 一日敷七百日恩 你远信一点东西 都不留给他仅有的骨血吗 许朵还是有点小聪明 知道这事儿 只要我认了 法官也不会干涉 我说道 好可怜哦 他和高明爸妈瞬间两眼放光 琪琪看着我 我说 我不信 那天我离开法庭的时候 很有点惊险 三个人都扑上来 要打我 可是法院也有法警的好不好 法治之地 我怕嘛 回到家里 继续该吃吃 该喝喝 抽空还去旅游里一趟 一回来 又被法院找上门了 林青是吗 你公公婆婆 告你隐秘你丈夫遗产 已经向法院提交诉状 请你准时出庭 嗨 出庭吗 都出过一次了 一回生 二回熟 我怕啥 到了日子 我准时出庭 我公公婆婆 这次学聪明了 请了律师 真巧 我也请了 分财产呢 不请律师行吗 就算我高考数学成绩150 那么多钱 我也算不轻呀 高明妈上来就给我定罪 她藏钱 我儿子那么多钱 全都被她藏起来了 就这么两句话 她来回说了80多次 法官轻惊直跳 听你说还是听律师说 高明妈看着一脸便利的几方律师 终于闭嘴了 律师好不容易得了说话的机会 有点过度补偿 种种证据说辞 如滔滔江水 一泄千里 又是公司年报 又是分红比例 又是房屋市价 一悬河就是半个多小时 喷出来的唾沫 积一积都能有半缸 等她好不容易说完 我方律师掏出几个牛皮带 公司财报 投资损益 房价指导政府文件 安排得明明白白 开玩笑 我律师顾问费一年大几十万呢 有案子还得另加钱 这点小场面都搞不定 我不是白花钱了 再说我前段时间出去玩 他们以为财产分配清单是谁裂的 有窟窿还不堵得严严实实 对方律师刚才没泄干净 又便秘了 高明妈气的大骂 花我好几万呢 你有个屁用 她亲自上阵 鸡爪子手指指着我大叫 别墅呢 她还有一栋别墅 为什么不分 那别墅好地段 大面积三层独栋 一套上千万 这一分 三分之一也得四五百万呢 我方律师扶了扶眼镜 淡定的拿出一纸协议 指着上面的两个字面 赠语 赠语方 我和高明被赠语方 我爸妈 高明妈彻底抓狂了 跳着脚叫 不可能 我儿子连我都没送这么好的房子 怎么可能送给那个毒妇的爸妈 肯定是假的 我懒得争辩 是不是假的 许朵最清楚 抢钱这事 许朵怎么会不来呢 她坐在原告席上 见我把矛头指向她 脸色顿时一白 她等着脸不说话 我方律师也不打算等她 再次淡定的拿出一个U盘 在法庭上放了出来 哦吼 公正处的视频录像公正 高明活生生的站在那说 同意呢 高明妈彻底傻眼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 林青你个狐狸精 你给我儿子 灌什么迷魂汤了 把钱全给你了 我在旁边看热闹 早就说了 就我这律师 行走的吸金兽 能留漏洞 这要是敢给我留漏洞 我不得把花出去的钱 全让他给我吐出来 我正看得高兴呢 许朵冷不定站起来 大叫一声 林青就是藏钱了 我能作证 这一嗓子 着实有点出人意料 高明妈高兴了 朵朵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你快说 你有什么证据 我们家的钱 绝不能被那个毒妇拿走 许朵咬了咬牙 费了老大的决心 高明 为了以防万一 知道好戏来了 李奥 有多少 许朵抿着嘴 好半天才开口 一个多亿 法官 你再说一遍 我没听清 许朵 一个多亿 我还没说话 高明妈先叫了起来 一个多亿 朵朵 你之前为什么不和我们说 高明妈被许朵深深的震惊了 看着她的眼神都变了 这些金条 现在被别人拿走了 所以她才跳出来 要是没拿走 那许朵岂不是打算独吞 她狠狠地瞪了许朵一眼 回去再和你算账 有了许朵的话 高明妈的腰杆子又硬起来了 臭的法官叫 法官 你快问问林青 她把金条藏到哪去了 法官看向我 我一脸诚恳 许朵没给过我 我没撒谎 撒谎有经验的法官 会看出来的 可是许朵真没给过我 我找搬家公司搬的 法官又看向许朵 许朵急了 他拿了 他从我家偷走的 我还报警了 我方律师发起攻击 许民事 我要纠正你两个错误 第一那间房子 不是你家 是我当事人的财产 第二你报警的笔录上 写得明明白白 你没有丢失任何东西 许朵急的接吧 我我我 我那是因为一时没想起 来 我方律师继续展开攻击 假如真有金条 请问 谁能证明 许朵高叫 我 我亲眼看着高明拿回家的 还是我亲手收到保险柜里的 我能证明 我方律师 呵 沉默 是无声的蔑视 呵 是沉默 加10086保机 许朵快哭出来了 法官 有金条 真有金条 我亲手收的 法官眉头皱出深深的沟壑 你的意思是 金条是高明的 对对对 有购买凭证吗 许朵 付款记录也行 许朵 法官很惆怅 说道 谁主张谁举证 懂不懂 不懂的话 污蔑陷害 受害人可以刑事自诉 是刑事犯罪 懂不懂 法官给许朵和高明爸妈 吐了好一通法 不得不说 法官讲得真好 我都听得津津有味的 一边听一边夸奖高明 高明啊 高明 你可真是个好人 如果不是你转移财产的时候 做得那么干净 我怎么能这么容易得到这钱 出了法庭 许朵和高明爸妈 又往我跟前冲 一个亿的金条啊 他们能善罢甘休吗 但我也不能不长记性 哪能老让他们拖过来打我 离我还有18米远呢 就被保镖拦住了 我方律师站在保镖后面 属于二位的财产 已于刚才分割完毕 如果还有什么事 请直接找我 我的当事人 不会再和你们产生任何联系 如果你们还要继续靠近 我的当事人 我会代表我的当事人 向公安机关报警 他看了一眼许朵 许你是 尤其是你 我要提醒你 不是每次都有那么好的运气 许朵缩了脖子 顿时不敢往前冲了 他扯着高明妈的衣服 妈 钱都被林青拿走了 我肚子里的孩子 高明妈看着许朵的肚子 也回过来一点进气声 他握着许朵的手 放心 还有妈呢 高明的财产 他转移了不少 剩下的也还有不少 三分之一也相当可观 高明妈示威地瞪我 我懒得理他 最近的疗养费用该结了 我还是把发票寄到您家里 我清了清嗓子 不好意思 我和他们刚刚分割完遗产 高明死了 我和他们也没啥关系了 这钱 你直接找他们要就行 放心 我刚把钱打给他们 他们有钱 挂了电话 我开心的把手机在空中抛着玩 所有最贵的检查和营养剂 都上一遍 先前主诊医师和我汇报的 都上什么来着 全身核磁 八千块 不算钱 基因检测 三万块 毛毛鱼 自体干细胞 回书 国内通价三十万 他们做的是最好的 五十万 小意思 还有什么来着 一项一项看的不多 加起来可就不少了 何况他们还是两个人 对了 还有吃的 许多可是孕妇啊 那还不得燕我海参换着来 印尼宴展 一百克五千八 够吃几顿 深海聊餐 二百五十克八千 有几只来着 真是会享受生活呀 当初有多享受 之后就得为这享受 付出多少代价 这世上 哪有免费的午餐呢 一切看似免费的东西 都早已被命运暗中标好了价格 我就是他们的命运 接下来几天 我的电话被他们三个打爆了 我没拉黑他们 我专门留着这个电话号码 给他们打 我就享受这种 他们这种无能狂怒的样子 我的律师尽责的向我汇报情况 遗产付完疗养院的费用 还剩几十万 他们已经搬回了之前的老房子 高明爸妈有退休金 没房贷 没车贷 没欠款 虽说老房子好几十年了 也没电机条件差了点 可他们不就从这儿出来的吗 想来也没什么不习惯 只要不出意外 这几十万 足够他们剩下的日子过得不错 但不出意外的话 一定会出意外 我知道有一颗大雷 很快就要爆了 一个月后 高明爸妈和徐朵 哭着跪在我的别墅外面 他们淒厉的丝毫着 林青 我错了 我们错了 求求你看在高明的份上 去救救他的孩子吧 我站在大门里面 徐朵手脚病用的 往我跟前爬 被保镖拦住 他死命的哭着 林青 我的孩子心脏有问题 你是心外科一把刀 只有你能做这个手术 我求求你了 你去救救他吧 我没吭声 先打了个电话 给我从前任职的医院 也是高明孩子所在的医院 心外科主任说 小孩子生下来 心脏缺损 要立刻修补 不然将来长大了一辈子 都在罐子里过 而且说不准 什么时候就没了 我挂了电话 看向高明爸妈 看向徐朵 高明妈死命的哭 林青 你就去做这个手术吧 这是高明的孩子 是他在这世上 唯一的血脉了呀 我笑了 这孩子就不是高明的血脉吗 高明妈像是想起了什么 神情猛的变得畏缩 当初我的孩子掉了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说都怪我逞强 非要上班 害死了你的孙子 说我的孩子掉了 是福气不够 不配让高明做爸爸 活该没办法到这个世上来 那个时候 你们就已经知道徐朵了吧 也知道 就是徐朵把我的孩子弄掉了吧 高明妈尾蹲在地上 浑身颤抖 高明爸挣扎着 试图说服我 林青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过去就过去了 可这个孩子 是高明在世上唯一的血脉 和我有关系吗 我打断他 当初你劝我不要报案 免得徐朵一个小姑娘 留下案底 将来不好做人的时候 怎么没想着 我掉了的 也是高明的血脉呢 高明爸妈说不出话 徐朵却冲破了保镖的阻拦 在地上平平的 给我磕起了头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可是求求你 救救我的孩子吧 孩子是无辜的 徐朵 你以为我不想救吗 我忽然笑了 徐朵睁大眼睛看着我 当初你父亲找我看着 突发胸痛 我判断 他有急性心耿阻 立刻安排手术 人没能救回来 是我医术不经 你愤怒之下来推我 我掉了孩子 也认了 可后来 你看过诊疗记录 是你弄错了 你来和我说过一声抱歉吗 你那时候是不是还在庆幸 弄掉我的还真是太好了 这样你和高明之间 就没有阻碍了 许多嘴唇不住动着 只是说不出话 他求着我 是我错了 可是你去看看我的孩子吧 我求你了 我一开始 以为你是因为父亲死了 情绪激动 听到你和他说的话才知道 你以为我早就发现了你们的事情 你以为我是为了报复你 故意借手术 害死你父亲 所以你才会来推我打我 我是先来刻一把刀 我太忙了 忙到我丈夫有了外遇两三年都不知道 我也太天真了 我以为我陪高明 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候 让我一台一台的手术补贴 支撑起他商业大厦的基石 我们的婚姻 就会和他的事业一样稳固 我给予他最深的信任 他把我的信任踩在脚底 我笑着 许多 你可以恶心 但不是谁都像你这么恶心 你的孩子有问题 我早就知道 中医望闻问切 我多少也会点 你在公安局那次 我就看出你面色不对 可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知道你孩子有问题 只是看不出具体有什么问题 但我也不急 我倒要看看 老天会给你什么报应 但真是太可笑了 你的孩子居然是心脏病 是只有我能做手术的 先天心脏缺损 可是许多 你记得吗 你推倒我的时候 我的手划过了桌角 在手背上划开了深深的口子 伸及筋脉 我笑容更加灿烂 许多 你猜猜我为什么从医院辞职 真的只是因为失去了孩子 打击太大吗 许多的眼中 现出惊恐的光芒 你 我做不了 我笑着说道 我的手伤了 再也拿不了手术刀了 我伤得这样重 又知道了真相 想要报警 想要让许多 付出应有的代价 可是高明 高明的爸妈 所有人都拦着我 一字一句 都是许多多可怜 而我如果坚持报警 就多么的冷血恶毒 没有人性 我不过是伤了手 却要让一个花季女孩 留下暗底 毁掉她的一生 我那时伤心 悲痛 愤怒 前路迷茫 竟听信了他们的鬼话 我的这栋别墅 就是高明 为了让我不报案 让许多不受到追究 假惺惺赠予我爸妈的 不是我要的 是他硬拉着我 硬要塞给我的 所以他录像上的真实资源 才会说得那么爽快 如果有人认真看了 那个公正录像 就会发现 那时的我 神情有多么悔败 他以为 这栋别墅就能买下我的孩子 买下我热爱如生命的职业 这别墅里里外外 都流着我孩子的血 都落着我被毁掉的 职业生涯的灰 我忘了高明爸妈和许多 是怎么走的了 因为我的心情也不好 人总是这样 有一个目标支撑 哪怕是仇恨 也是充满干尽的 可一旦这个目标完成 反而变得没有意思起来 后来我的学弟 也是现任的心外科主任 陆续和我通报了一些情况 除了我 谁也没那个水平 去做先天心脏缺损修补手术 只能保守治疗 花了很多钱 有几十万 但也不能完全治好 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他叹息了一声 学姐 这个孩子太可怜了 要是你的手没出事 多好 他不知道我和许多的关系 我笑了一声 是啊 挂了电话 所有的事情真的都告一段落 我到别墅的院子后面 在一片狗尿台下面 挖出了之前埋下去的保险箱 对 我真的中了狗尿台 一种被名字拖累的蘑菇 谁能想得到金条在这下面 一个多亿的金条 全拿出来 也不过就两百多公斤 一个大点的鞋盒 就能装进去 我给关爱心脏病患的专项基金 捐了一大笔钱 能不能用到高明的孩子身上 那就和我无关了 我准备开高明的车去保养那天 他拿着离婚协议书来逼我签字 高明说 许多怀孕七个月了 他要给许多和他的孩子一个名分 而我 我上次流产 伤了身体 以后再也不能生育 可他这么大的事业 不能没人继承 所以我已经没资格做他的妻子 刚刚知道高明和许多的事情的时候 正是我掉了孩子 连职业生涯也毁了的时候 我悲痛欲绝 最黑暗 最痛苦 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 发现我的爱情也没了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 所有这一切 都只是拜他情人的一个被害意想所致 我痛苦过 歇斯底里过 也被驯服一般幻想着放下过去 重修就好过 可是在高明那样 绝情地把离婚协议摆在我面前时 我忽然间释然了 女人的智商 总是和感情的多寡成反比 一旦没有感情 就会格外清醒 甚至不用多思考 只是一个瞬间 一个完整的计划 就已经在我的脑子里形成 我早就知道 高明的车子有问题 那天是想去修的 但是我不去了 我还知道 高明给许朵订了最好的私立复衣医院 在林市 许朵已经住了进去 而他也要过去看他 我还知道 去林市要走四号公路 四号公路有个路段路窄弯多 一侧全是几十米的高压 高明嫌电子账号麻烦 很多都是我帮他注册的 手机也是 他去看许朵那天 我用查找手机 实时定位他的位置 在看到他快要到那段路段时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我和高明大吵 我让他死了 想离婚这条心 我说 我拖也会拖死他 高明这个人 性子很急 开车的时候 是典型的陆陆正 一生气 就会下意识的轰油门 一旦达到某个速度 本就有问题的刹车 就会彻底成为摆设 我盯着手机上的实时位置 忽然停止争吵 很温柔的问了一句 高明 你车速多少啊 高明下意识回答 180 我说 高明再见 从来天运总循环 报应招张善恶间 如果高明没为了防着我 把事做绝 现在结局是不是会有不同呢 我看着外面 阳光透过了云层 雾霾逐渐消散 我的生命还有很长 终会找到我的曙光 全文完